各式各样打扮可爱的小朋友在七堵区中心信仰中心 庆祭宫妈祖庙城前唱歌跳舞 不过不是庆祝妈祖生日 而是庆祝西洋万圣节 七堵著名的小巷幼儿园举办万圣节活动 打扮可爱的小朋友不但到警察局第三分局要糖果 也特地到七堵庆祭宫跟妈祖要糖果 当然最后是由庙方人员发送糖果 并且让小朋友在庙城前载歌载舞庆祝万圣节 而这另类的宗教交流让小朋友和家长都很开心 机动市议员杨秀玉也应邀参加这场快乐的万圣节活动 也不忘趁机机会教育提醒小朋友在外面要注意安全 不要有人给糖果就随意跟陌生人走 会人啊 怎么样注意啊 要跟你要糖果要带你走 要不要 不会哦 有会人要带你走 你要不要去 不行 对不对 那你们会不会被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 对 一定要把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记起来 是 因为万一我们走失对不对 对 如果万一你们跟爸爸妈妈出门啊 万一爸爸妈妈一怎么出来就不见了 一定要站在原地 站在原地然后自己就是要找爸爸妈妈 不能随便跟陌生人一起走 就很重要哦 一定要记得哦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哦 庆祭公方面也不介意幼儿园 万圣节活动到庙里要糖果 也希望小朋友从小建立信仰自由 互相尊重宗教信仰的观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岁小丝天 音乐 咱们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你